《詞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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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覺得藝術是很深的事 藝術反而是要你去接觸它 你去接觸它 你去接觸它 要覺得它可愛 有時你工作太忙 你根本不察覺的世界 藝術其實它給你是忘我的 作為藝術家 你不是對那個東西很黏 你黏到真的 你記不記得賺錢吃飯交租 真的會在一個大自然的地方 一個Nature 藝術應該是幫到你 去豐富你的生命的一件事 藝術不應該是高深的 藝術應該是很直接的 小時候學過一個字 感通 什麼媒體都可以 以什麼方法都可以 但你令到其他的人 透過這種藝術有感受 這就是藝術 總之如果一件事 是很通向你的心靈的 那件事的表達其實已經是藝術 藝術? 那就是對生活有關 因為人生得了藝術 我心情不太好的時間 每個腦都想了很多搞不定的事情 望我出門窗戶 雖然在那裡叫 那些樹在那裡動動動動動 心曠神異 這樣便會把那些煩惱擺下 便會受到它的影響 由我眼裡看到這件事 這種感受 就是藝術上的感受 藝術對我來說是一些表達 他把自己的信心放在自己的作品裡 而當做那件事做到 我一定要這樣做才可以的 可能會變成了一種藝術 很奇怪的 享受表演 是我自己最喜歡的一件事 那個表演 是去到一個可以很享受的境界 就是別人看來學習一個藝術 我認為我看上去藝術 是… 好像是生命 有很多面子 在藝術上的 它們是一部分的 每天的生活 讓它們更有趣 比只是想起 睡覺 睡覺 我認為它會令你的生命更有趣 讓你更有更有趣 讓你更有更好的能力 去解釋 你的身邊 藝術是源於生活 然後就回歸生活 這個就是藝術 客觀藝術就是你的感染力有多大 有多少人是覺得有同感 有同感 不是因為那些人本身有同感 而是你表達得很令到人有同感 藝術就是在生活中看到一些素材 然後用在藝術上 然後你的藝術就結淨你自己 再回到生活 就是這樣的過程 如果藝術和生活沒有關係 這不是藝術 這只是技術 好想藝術 你想不想 好想藝術 可以在你的生命裡面 開花結果 好想藝術 受很多人喜歡 好想藝術 在我身上可以發表出來 或者是好想念藝術 好想藝術 好想藝術 總之有一個角落在後面 總之有一個角落在後面 好想藝術 那他轉過去 那個角落我補給你 好想藝術 我不是很想藝術 我想賺錢多點 好想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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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藝術